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第四代的轮船 六四二年级的这个船 好像这些第三代 第二代 第一代 都是以前大概是差不多一八年前的船 现在都改了 现在最深的是第四代 我叫王錦辉 在天星小轮工作了十八年 今年六十二岁 我的职位是渡轮水手 我们现在这条大浪 就用来固定一只船 泡泊了之后 让那些乘客可以上落 然后等一会我们就会解船的时候 就会将那条船解好之后 就靠泊 然后我们开出去 我们这条航线就是尖沙咀至湾仔 每天的流程让摩都是这样的 白绿相见 避波穿梭 随着一声风鸣 拥有百年历史的天星小轮 驶向维港彼岸 天星小轮 共分别有金沙嘴码头 湾仔码头和中环码头三处出发点 时至今日 依旧是香港上班族搭乘的交通工具之一 当天星小轮出发时 马达声隆隆作响 水手们只能通过喊 才能听到对方的指令 在船上工作快二十年的水手王锦辉说 他是一个以海为生 与海为伴的水上工作者 我本身是一个水上人 以前我爸爸是一名船长驾游艇 可能小时候有种意向 所以十几年前就来这里做水手 尚且现在我们有八条船运作 另外有一艘是专门来做夜晚接载 或者是在黄昏时间接载的游客 就去看日落和夜晚的香港彩灯 这身船上处处皆有星星图案 烟囱 救生圈 木制座椅 可谓是满船皆星 每艘船也是以星来命名 小轮有上下共两层 可承载500多名旅客 红色石木地板颜色虽已黯淡 但却承载着时光的印记 座椅依旧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色 以一排拉杆作为靠背 可自行调节乘坐方向 王景辉介绍 每个天星小轮的船头 都有一个悬挂的童钟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 就会拉响警报 多年来他在小轮上工作 也遇到过几次令他印象深刻的惊险事件 十三四年前 我在一只叫金星轮的小轮 走到湾仔途中 有个亚裔人跳海 水警、海关部门、消防部门 全部都来拯救他 救了上来问他什么事呢 他就是太热了 因为那时候是七月几来的 他就太热想游泳 如果再近一点 就是在三年几前 就有个伯伯喝醉了酒 早上7点多钟 他喝醉了只有一个人 在楼上跌了下海 我救回去回来了 天星小轮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 1880年成立的九龙渡海小轮公司 70多年沧海桑田 天星小轮从传统交通工具 变成香港的旅游名片 虽然近年天星小轮 因为疫情游客人数大减 但是王景辉相信 这两地全面恢复通关后 天星小轮将迎来更多内地游客 恢复往日风采 现在天星小轮已经踏入 1825周年 其实我个人来说 天星是一种回忆 就算我离开了某个地方 或者离开了香港 去到其他地方 我觉得都是会记住 对阿湾有些不畏 特别的学生 在我期待什么 一来 onto 好 我们 屏